时尚 채棄 少商 你风寒刚好 真不再歇歇了 我不想歇 一歇下来 妈脑子都是陈小妹 你若觉得累了 便可回去歇着 很美味的 類似的 很美味的 我沒有太開心 我剛剛也覺得 不太愛 小麻將 我看你 想吃 我放隔壁 她的 4個 我也想吃 要吃 要不我帮你算吧 你这般太辛苦了 你这人倒是真的贴心 那你帮我看看这个吧 现在府库里的钱 只够买三十称木材 四十称沙土 可外面还有四五十户 损毁的房屋代修 这些都不用算 材料根本不够 可三十部的府库 也只有这些钱了 钱 我这里有这块玉佩 还有 还有这块玉橘 我阿姆说过 这个是楼家的传家宝 值不少钱 还有这个扇子 还有这些钱 够吗 来 我只有这些了 这些就是楼公子 全部的家当了 我自小大兄教导我 钱财乃身外之物 切勿沾染铜锈之气 因此身上值钱的物件就少了 再加上自小万事不缺 身上从来不带银钱 你们这些世家弟子 平日里不为赤川用度发愁 那你们速日都在忙碌些什么 自是成为端方君子 君子以学以聚之 问以辩持 宽以拘之 人以行之 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以厚德在务 我知道了 就是图个好名声 阿姚 我想到办法了 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 邵程 你怎么不陪你自己啊 因为会疼 娘娘 你让我为所有捐钱的商购 写一份嘉奖书这不难 但若盖上观印 便是万万不可 荒唐可笑的 三叔父 先别着急 你先听我跟你说 这样一来 虽然我们不能悬之以利 但可以幼之以明啊 人活在世 谁不图个好名声 三叔父 你尽可挑一些好听的话写 比如 仁后一星 情认世 百姓楷摩 大圣之佳 只要捐钱超过三百贯 我们就赠予牌匾 牌匾只需几贯钱 却能股东商股 出钱重建花现 出钱重建花现 三叔父 如此简单的道理 你为何要反应这么久 我是在想 这些算计的小招数 都谁教你的 这样算计的招数 还需人教 三叔父 是小看我这招数 还是小看娘娘我 这么简单的道理 几贯钱坏几百贯钱 三叔父 你不会抠门道 连几贯钱都舍不得花吧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哪儿有半年 小女娘的样子 贵族把手放下来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吃吧 现在 不然呢 来 阿姚 李公子 木梁要修得再高一些 屋脊高了 光线好 可是很珠虎 好嘞 威尼来了 威尼里可有家母书粉 小的 加了之后能更加牢固 女公司可真厉害 趁女公司好说明白 承轩 歇一会儿 喝点水 你这乌梁画得可真好 还有真无解 那 那这个是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呢 别捣乱 好 小妹醒了 你醒了 待会儿伤好了 没想跟少少儿子 一起盖屋子 少少儿子可真厉害 什么都会做 那小妹想盖怎样的方子 给我们画出来 好 好 好 我们就在阿瑶哥哥的脸上画 好 阿瑶 不如你来到房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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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我想要我的屋子有一扇窗户 还有一扇窗户 我想我的屋子 还要有一个长了花的屋顶 我还想要我的屋子的顶上 有一只蝴蝶 蝴蝶 蝴蝶 这样就有蝴蝶了 真好看 我好想好想看到 华县便会从前傅兄们 还在的时候的样子啊 大时候沙沙子 一定会修出最漂亮的屋子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 小妹 小妹 一定可以的 一定会的 对 小妹 阿瑶哥哥和绍商阿子 会让华县变回原来一样 我们一定会做到 到时候新盖的屋子 肯定比阿瑶哥哥 脸上的房子更漂亮 好